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56亿财产全部捐出 裸捐消息一出便震惊了无数网友 虽然娱乐圈明星将大量钱财投入公益事业的不在少数 但愿意裸捐的却少之又少 因此 网友对方胳膊慷慨之指十分感动 纷纷为其点赞 周润发在赋予社会 对社会而言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而对于家庭 周润发又是一名好丈夫 在接受采访时 周润发曾多次表示 自己的钱都归老婆成会连换 据台媒10月7日报道 周润发来到台湾宣传自己的新电影无双时 被问及结婚三十一年 是否有礼物送给太太时 周润发调侃道 我人都送给她了还有礼物吗 最大的礼物就是我 皇子叫乔侃 是否钱也给老婆还了 周润发自嘲回应 打出租车都没有钱 同时 周润发还被问及身陷离婚传闻的老他当林青霞 林青霞在旧月底微报与行李员离婚 获得20亿港币赡养费 而行李员被曝出轨一名上海女子 上海女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对此 周润发只是回答 真的吗 我不知道啊 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好友的隐私 本文有文艺圈作者夏和熙原创 未经受全部的转载 好的 对 对